好。我們會錄影,假如你們不需要被錄到,可以把自己的臉換一個什麼東西的。 那麼這個,Dianesis是什麼?Dianesis是九神的意思。 為什麼那個時期會這麼重視Dianesis的spirit呢? 這個當然是受到尼采的影響。 因為尼采在批判了傳統的基督教跟這個希臘的理性精神之後,要重新想要找到人生命最根本的一種力量,或者說這個一切的一切的根源。 他就回到了所謂悲劇的誕生。悲劇的誕生呢,是從對於九神的這個祭典來的。 在九神的祭典裡頭呢,一群信徒在這個中間扳演各式各樣子的劇情。 然後一路挫涌到山上。 在這個祭典的高峰裡頭啊。 這些信徒主要是女的信徒啊。 據說會喝的葡萄酒啊。 然後把這個九神絲成碎片。 把他的血肉啊,直接吃到春時。 那,周圍說,這什麼可怕的一個場景? 其實不是啊。 這是講說,他說人的那種最原初的那種巨大的, 那怎麼說呢?沒有權的一種展現。 那中國經驗的, 跟西方有点类似的 它是要打破一切的传统 新文化运动最重要 就是要全面的反传统 全面反传统之后 重新要找到生命的出发点 怎么样呢 就受到尼采一下 就是大谈 为什么尼采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主要知道尼采在西方巨大影响力 是因为他批判了基督教跟这个 希腊的古典的理性 那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源头 而要开创个新时代 所以 你们如果去看尼采的书的话 尼采的书跟一般的哲学家书很不一样 他没有那么多的论辩 他直接就谈到 他的这种 终极的所看到的事物 那 尼采的这种展现的方式和中国人的胃口 更重要的是他推翻一切的 这个作为 那么于是 许多的当时知识分子就跟着尼采尔 纳喊说 新时代新世纪的这个精神 是要突破跟打碎以前的一切 重新出发的这种精神 那普罗米修斯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那个 到了天火到人间 然后被罚的 永恒的 这个人 那么 这种也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那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呢 就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的一个精神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它这样不行 等一下 用另外一个方式分享 这样我这边是怎么 那边才会是怎么 它会 稍等一下 我要用新的分享的方式 要直接 这样分享才行 这样我这边怎么动 它就怎么动 明白 这样才行 好 那么 我们就看 譬如说 郭沫若 郭沫若的这个诗 你说呈现一个什么面貌吗 它是天狗 它说我是一条天狗 我来把月吞了 我来把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X光线的光 我是全柔的 Energy的总能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的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的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的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报 我们现在看这种诗 觉得是个蛮烂的诗 那么 不太有什么诗的味道 他在当时 可是非常有名的文学家 然后呢 他后来又以甲骨文的研究 极为出名 他的古典的造诣又很深 又很得毛泽东的喜欢 所以他在中共建政之后 就成为社会科学院的院长 长崎等于是 作为中共那边的一个学术 文化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所以他地位很高 那么说 这什么样一种 一种情况 就是人 好像要完全转化了 就要知道 中国传统这个人 是在家族当中 家族当中做人的时候 人呢 是要这个手礼手节 孝季中性 那么这些读书人呢 把这东西推扩出去 可以变成说是 前真父 坤真母 好像人跟宇宙合一了 万物一体了 这是读书人很高的一个 一个追求 但他基本的方式 还是在一种有礼 有礼有节的一个方式 到了民国以来呢 一方面继承了这个传统 他不是一个宗教的传统 他是一个 以情感 以家族 国家认同为中心的传统 然后他把它变成了 想要变成一种 宇宙性的一个力量的时候 因为中国古代本来就有这个景象 因为他不是一个宗教性的文明 他需要一种宇宙性的力量的时候 他变成这个样子 我是一条天狗 我来把月吞了 我把日吞了 一切的西头吞了 这个在新华印度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 那这种 很有名 就表示说 当时有类似的一个情感 我们讲思想时是这样 我在这里讲了很多人 有很多同学可能不太熟悉 我后来发现这一点 因为时代不同了 我简单跟诸位讲 你就相信吧 这些都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 最有名的人 否则我不会讲 因为否则人太多了 讲不完的 所以一路以来 从康也为梁启超 还是从一路以来 被我们讲到的 尤其稍微花一点篇幅讲到的 不是偶然只提到一个名字的 其实提到名字的 大家也都有相当的位置 何况我花了一篇幅讲的 就是当时最有名 这个影响力最大的人 我们讲思想时 就是要把当时最有影响力的 一些的东西 把它加以深入的捧析 来看那个时代思想怎么样 从中间呢 看出他的时代的特性 跟发展的脉络 那么有同学说 想要问这个课程地图 课程地图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历史它不是有一个 这个像物理学啊 生物学啊 那样子说 可以预测它一定怎么走的东西 或者一个系统系统的东西 历史不是一个系统的东西 历史是它一个 有一个发展理督的东西 我们只能把在每一个重要时期的最重要的要素 把它加以剖析 然后呢 看他怎么样子的发展的理路 这个就是这个课程的一个地图 那等我再更进一步讲说 这个一路发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从前到后 那我再跟我们拿了课刚再跟诸位讲 那现在讲的是郭末若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郭末是谁 所以我就稍微多讲几个几句话 让你们约略知道 更进一步的 这些细节 那有的同学说 不知道康也为谁 也不知道 谭词同学不知道 讲几招 或者只知其名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在课上通常都只能简单交代几句 这个背景啊 请大家稍微上网查一下 非常简单 你花五分钟你就知道了 这个现在不是太难 那就一句话 你就 相信我 这个就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一些人 我们在当时许多人当中挑出来的 这一路以来 这些最重要的人 那这些我们谈到的运动跟事件 也都是当时最重要的事件 因为现在大家的知识背景 不比当年 这个对于 中国史的这个知识背景 比以前少了非常的多了 所以呢 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 需要跟大家补述一下 这样大家明白吗 这些人我会简单讲一讲 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讲 你们呢 可以再讲个大意 进一步的请你们 非常容易的 你上课当中稍微查一下 三分钟也大概知道 这个人怎么样 总之他就是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一些人 包括前面郁达夫也是一样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 那至少透过这个课 你会知道 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史上 有哪些最重要的人 讲过一些什么最重要的话 这是最基本 好不好 那么 也不需要知道太多 你就 知道我这边讲的为主的 这是我们的精挑戏选过的 这样大家就比较 就 这样你修了这本中国近现代 思想史 就明白了近现代思想史 最重要的一些要素了 那你看 这就反映 郭梦若天狗就反映了 新文化运动的一种 思想上的特质 非常有特色 对不对 那么 是什么 应该 这一套 等一下 你们看得到凤凰更生歌吗 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我们再看 他这一讲说 鸡鸣听朝长 听朝长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朝长 春朝长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宇宙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生朝长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这个凤凰 据说五百年 会更生 在这个浴火 这个之后 烧成灰烬之后重生 那他打比喻什么 比喻中华文明的这个重生 凤凰和民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 更生了 一切 一的一切 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 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 你中也有我 这很有趣 这里有一切的一 一的一切 一切的一 一的一切 这个也是很传统的一种思维 古人喜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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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道义以贯之 那么这个对于中国这个巨大的文明是很重要的 他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 一切的一 一有一的一切 他才能够整合在一起 他没有办法 像我们现在只有多元 他其实很多元 但多元之上 因为东西南北 接不同 各民族各什么的 他是个多民族的 非常 这个 各地不一样的国家 不像我们现在民族国家 其实反而比较统一 这个蛮有趣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嗯 所以知道古代的帝王国家呀 他的内部啊 其实 都分化的很厉害 但是他必须有个一 让他合在一起 比如说礼乐教化了 这个种种啊 这个王政跟王权 那现代的民族国家呢 反而其实不能够容许太多的分化 太多的分化的话呢 他就很容易 打成一团 比如我最近正在看这个 爱尔兰的这个历史 大家如果稍微关注爱尔兰 爱尔兰历史跟台湾历史 其实蛮像 就是 他跟这个 二十世纪初 就一战之后 刚从英国独立出来 这个独立战争之后 打了几十年 因为一边统派一边独派 打了几十年 打了一踏糊涂 然后还有北爱尔兰 因为北爱尔兰是姓新教的 南方是姓天主教的 那北爱尔兰想要跟着英国走 那南方 比较南部的 这个不愿意 然后 也是闹的一踏糊涂 这个事情闹到大概七零年代 他们从一九 一九年左右 二战刚结束闹到 大概七零年代 都还在杀来杀去 所以这个很厉害 那所以我就跟诸位讲说 现代的民族国家里头 没有办法容忍太多的不同 因为那是他的共同的一个认同 他们到后来怎么样能够这样 大家都不太信教了之后 这个问题才落幕 大概是 不在那边争执 你是天主教徒 我的新教徒 之后慢慢慢慢 到了八零年代之后 这个问题才变小 他们爱尔兰有个极有名的乐团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叫做U2 U2这个乐团 红遍全世界 几乎是世界第一天团 我们年轻人听到说 哇这个U2在天上不得了 就是在这个背景起来诞生的 你们听摇滚乐的人 可能会知道 U2现在当然老 就是一辈子在挣扎这个问题 那他们就走向 世俗化之后才这个 才不这样子 那所以说诸位说 哦 这一个 不同 就中国这个情况 因为他是一个天下型的国家 他需要有一个 一切的一 一的一切 然后我们中 便是他 他们便是我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这个事情背后蛮有趣的 他其实讲的是 整个中国的重生 中国的在 重新自我焚化之后 再重生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顺便跟周一讲 当然这个 乌克兰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乌克兰的 那个情况倒不是宗教性 也有宗教 然后有西方的影响多的 东方影响多的 他们类似 这些情况 所以 民族国家的这个内部 是没有办法容许太多的 不同 他很容易 那所以说美国呢 美国他是新的 没有这个问题 新的话 他可以重新拿一个 来把一切的移民 统统融合 谁要你要到移民了 对不对 你活该吧 你移民了 你没什么话 你当然要接受 这个 这个宗族的这个说法 好了 这为什么 扯到这里来呢 其实我也想换个方式 跟诸位讲讲课 以前那样讲 发现诸位很多事情 听不懂 因为背景知识差很多 我们这个 年纪大了 跟你们不太一样 所以就讲一些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 明白的事 然后从这里再来讲 说 像郭末若 他们这种背后 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 女神之再生 你看这几个事情 讲的都是类似的东西 我们的心脏 好像些 鲜红的金鱼 在水晶瓶里头跳跃 我们什么都想拥抱 我们唱起歌来 欢迎心照的太阳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 早听的城中在响 叮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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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千金剑射天狼 天狼已在 安悲哀 海水中 早听的 藏中在响 叮当叮当叮当 我们预影 葡萄光 愿注新阳 寿无将 海水中早听的 这个 酒中在响 叮当叮当叮当 然后 这个 结尾永弹谈 这女神在身 是讲什么呢 是讲女娲补天 女娲补天 女娲补天 是怎么一个背景呢 他把它写成说 这些 共公啊 带了一群人 大乱大闹 这个女娲补天 让这个天地 重生 然后 自己也重生 那么 那么 于是 他要来 欢迎新造的太阳 他的新造 还有先后的金鱼 在水晶瓶里头 跳跃 又是太阳 又是天狼星 隐葡萄光 酒中在下 那这些东西 都是象征 象征什么呢 象征说一个新的时代代理 所以郭木柔这些诗 我们现在看起来 虽然写的是不好 没有真正的诗位 但是他倒是很直接的 把当时的 一种年轻人的 我们要 打碎旧时代 创造新时代的 一个心理 很直接的 一个表露 也是赤裸裸的表露 诗一般不应该 这么赤裸裸 但他是比较赤裸裸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 特色 然后我以这个来讲 一种时代的一个精神 那么 他们创办的杂志 叫做太阳 叫做创造 叫做萌芽 矛盾的小说当中 他的突翁 名曰强 叫做萌 泡维利 一般过去 文人的若不经风 白面书生的典型 那我讲这些 引这些诗 这些事情 让诸位看到 新时代的 一个特色 一个方向 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发现 是一种英雄式的结合 跟历史大距离的 英雄式的个人 跟历史大距离的结合 这李欧范首先注意到 他个人在那个时代 会觉得一个决定性的 英雄的角色 也是莫斯科所指出的 一个富有强烈的意识形态 以及英雄气概的自我 那时代人是这样子的 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 国民党意识形态 以及现代心路学的 基本思想形态 其实这个东西 不奇怪 因为 儒家的几千年的特点 本来就是 要 所谓出将入相 治君尧顺上 本来这些人 就是要准备 做领导政治社会的人物的 才念这些 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一个传统 那么碰到了 这一个天翻地覆了 事实上 从这个 清朝到民国 结束了 三千年的这个 帝王之治 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在这个情况底下 当然 也会变成 一个很有英雄气改的 一个状态 所以 整个儒家的传统 碰到一个大时代 就会出一些 自觉 要担负这一个 整个文化 乃至于 国家 民族 命运的人 从康有为 梁启超 谭志同 一路以来 我们讲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 反而 不会在历史的舞台上 出现 都是这样的人 那说哪那么多呢 中国人多 这些 加上这个时代里头 当然就有一些 最厉害的人都出来了 所以 这就会成为 他的这个思维 那么 跟历史大趋地的 他们觉得 他们可以改变历史 为什么呢 这本来就是一个历史 在摸索他新方向的时代 所以 只要你是一个 最重要的政治团体 或者文化团体的领导人 政治团体 或者文化意见的领导人的话 你当然就可能改变 这个时代的方向 确实也改变了时代的方向 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毛泽东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他对于自我 或者个性 也有强烈的自信 对于充分展现自我 达成历史文化意涵 也有强烈的信心 那这个里头呢 会发生一个事情 就从文学革命啊 到文学 怎么讲呢 一方面 觉得人好像变成神 变成天 变成可以改造历史的英雄 另一方面 又不断地觉得自己孤单而漂泊 我们前面讲过 他们觉得自己孤单而漂泊 为什么孤单而漂泊呢 因为人从这个 原来的家族当中离开了 走入社会 抱着巨大的希望 社会哪那么好搞啊 所以也往往的失望 对吧 又觉得自己孤单而漂泊了 但是又觉得 自己的这些种种 尤其这些有自信的这些人 好像应当是 有这些价值应该要实现 于是其结果变成什么呢 走上革命 就是从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就是要抛弃原来的一切旧文学的种种 创造出一种新时代的文学 新时代文学其实就指出一种新的文化的方向 他一旦要落实这个文化方向的时候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变成革命文学 宿主义 于是 这些人纷纷的投入革命 而且投入革命的时候呢 怎么样呢 容易走上了左翼 怎么说会走上左翼呢 这个也涉及到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性质 我们讲新外运动的时候 一开始跟诸位讲说 他本来就是一个救国救亡的一个运动 只是说当时觉得说 不能够直接谈政治 因为人都不对了 你现在谈任何政治体制是没有用 这些人都还是 几千年来的帝制 帝王之治所养成的人 你跟他谈新时代的政治有什么意义呢 袁世凯 这个也帝制自为 张勋也复聘 于是 要先谈文化 谈文化谈了没几年 立刻又变成一个爱国的运动 新外运动 其实 我说从爱国开始 最后人将以爱国告终 个体的解放 终究 不是当时最重要的 这个事情很严重 就是个体的解放 其实本来就不是开始最重要的 目的 一旦走入了爱国运动 群众运动之后 那当然也就不是他最后的一规 再加上 就是革命文学 或者说应该说时代的潮流 其实本来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 我的指定文章里头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从1917年之后 整个思想的这个走向 就是偏向于社会主义 连我们现在所谈到的 富士年 罗加伦 这是比较国民党的人 在当时 都是高度社会主义 那么五世之后 思想的主轴 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 除了 这个 就是国家主义 那一派 但国家主义那一派 从来不兴盛 底下也会讲到 他不兴盛的原因 恰恰是因为他不够社会主义 他不够让人家觉得 一种伟大的理想 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所以直接为自己国来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中国从来不是一个 这个 仅止于 想要 维系自己一个国家的 这样子的国家 他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成了一个国家 这话很矛盾 这跟诸位讲的意思很有意思 中国是个天下 他是个天下 他必须要讲一个天下型的道理 让大家觉得好像 我们在实行 或至少是追求一个至高无上的道理 这样大家愿意聚在一起 如果我只想完成一个国家的话 那我请问 那些很多的少数民族 或者边疆地区 我干嘛跟你在一起 你要完成你的国家 干我屁事 就是他反而会分裂 听懂意思吗 所以中国从来并不只是想要完成一个国家 他也要完成这个天下 到后来的这个整个的社会主义的运动 也是为了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运动 那其中尤其共产党 叫做无产阶级 叫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 他是世界性的 他不是为了单一个国家 这样东西才能够引起 至少是当时的 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热情 不然他总觉得这个东西狭隘了 你也可以说这个传统所致 那注意说我们今天看 觉得你又何必如此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一个单一国家 如果单一国家 一个地域性的 或者民族国家的话 他一开始就不会抱这么世界性的理想 觉得那个世界性的理想是第二亿的 我先把我这个族群搞好才第一亿的 我们现在会这么想 这其实每一个人思想 都受自己的传统 自己的成长背景所影响 很有意思 那么当时是社会主义性 包括三民主义里头 讲的民生主义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虽然他把民主主义放在前头 但他也说自己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理想的 这样一个思维 好 那么这样情况底下 这一些革命文学会偏向于左翼不奇怪 会偏向于左翼 会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一切靠左的会受到很大的帮助 那国民党就吃了大亏了 也就是说 在底下的民国革命当中 他会发现 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的热情 都投注在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完成 而国民党后来实际的做法 事实上 虽然号称也有远大的三民主义的理性 民族民权民生 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一种思维 实际上是比较民族主义的 那 民族主义当也可以吸引很多人 是可以 但是那一道比不上 更多人会沉浸在那个社会主义的理想里头 再加上国民党要当政 所以当政的人 总是会受人家的抱怨 尤其是文学家嘛 当然特别会对于现实对中的不满 于是你会发现 一票的文学家的主流 而且最有影响力 最厉害的 最动人的 那支笔 通通在 这个批判 或者反对 国民党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 尉达夫 这个 这个 诗 也就是反对 总觉得你们这件事 太不理想 对现实对于不满 要奔赴于理想 那这个就变成了 那这个革命文学跟中共的这个心系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中共也充分的利用这一点 而这个革命的文学里 革命文学里面可以分两种 一种 是 直接为他所用的 他这个 预下 灰下 另外一种 是 这个 并不直接为他所用的 但是同情他 那 在他灰下的这一些呢 要变成所谓工农兵结合 因为他新时代人类 无产阶级嘛 无产阶级就是工农为主 这个工农啊 都变成熊焦焦气昂的 瞭望远处 要把个人的英雄主义跟上阳历史力量结合 把个人都变成英雄 变成 改造历史的力量 那么 这个 批判资产阶级的无病生意跟自连之爱 原来的这一些文学家 有很多无病生意跟自连之爱 尤其前面讲的这种什么自传体啊 日记体啊 那 有很多的这种自我身影的东西 现在革命文学之后就不然了 是要写这个革命的工农如何如何 那要讲低沉人的痛苦 写实主义 去描绘 广大的这个农人工人的 这个生活的实际的状况 跟他们的痛苦 跟他们的问题 那这些都变成革命的资本 那这个东西呢 是把 浪漫的精神注入到写实的事物当中 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一个革命的理想 这样变成革命的理想 所以简单讲 那个时代的从个性主义到浪漫主义开始 到最后反而变成了集体主义 变成一种革命的文学 甚至于到毛泽东的这个延安文艺讲话之后 变成一切的文学 要为了这一个 无产阶级服务的文学 也就变成后来的我们看到中共文学的这个路子 所以可以看到解放的时间其实比较短 我为什么要管那么多人 那我的自我到底怎么回事 解放后的我 其实仍然充满了困惑 最后产生自我跟社会的冲突 离家出走 自我实现 人道主义跟主观主义的论述 那普遍的矛盾是说 这个时代的文学里头 产生一种普遍的矛盾 人一旦解放之后 第一步 自我的觉醒 个性觉醒觉得很美很好 然而呢 很快的 跟周边的事情 难道没有问题吗 对不对 所以 我 跟社会冲突 我也离家出走 我也不知道怎么自我实现 那我从我的主观出发 跟外面的客观的世界 矛盾可多了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是一种新的 现代的一种文学的普遍的一个命运 而可是 中国当时在一片混乱当中 在一片混乱当中 然后自己又离开家 经济也常常出问题 社会不稳定 所以这个痛苦更深 所以这个时代的文人 痛苦更深 可是另一方面来讲 文穷而后宫啊 对于创作 是有很大的好处 那左派文人有没有矛盾呢 左派文人更多 右派比较少 左派文人前面讲的多 这边就简单一句话讲了 无产阶级文学 很压抑自我 他只有 好像一切都是为了工农兵去写 那我自己在哪里呢 我自己不知道在哪里 这有一种内在的一个矛盾 就是左派的一个矛盾 那么 这个 用鲁迅的话来讲 我的意见呢 云也一时不容易了然 因为其中啊 本含有许多的矛盾 叫我自己说 或者是人道主义 跟个人主义 这两种思想的 嚣张起伏吧 人道主义 推广广直变社会主义的 那个人主义 是 文学家通常有强烈的一个个体的觉醒 所以他说 我孤而爱人 孤而正人 有时却为别人 有时却为自己玩玩 有时则静音 为希望生命重处消磨 所以故意拼命的做 除外 或者还有什么道理 就是说自己的内在是很矛盾的 那么 个人主义 主观主义 跟人道主义 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鲁迅具有 所有的这些因素 混成一团 非常痛苦的挣扎 他厉害正在于 这种敏感跟充慧 鲁迅 可以说是民国时期 影响最大的一个动力 一直到中共建国之后 他一直变成 文学的第一人 大陆上成长的孩子们 没有人不读鲁迅 是不断的读 大量的读 那鲁迅的特色 恰恰是在于 把这个民国时期的 那个时候 人所深刻感觉到 各种矛盾跟痛苦 跟社会的病相 充分的呈现 他可以说是个病理学家 鲁迅死的时候 他民国时期就死了 蔡元培 宋庆廷 还有一票 这个党国 一些最 不是党国 整个当时的文化界 甚至于 国家要员的一些 最重要的人 通通替他去送葬 执福 他在当时是民国文学家 第一人 那么他呈现整个时代 这个复杂的矛盾 到现在还是 很多人研究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 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人 因为四九之后 就不可能出这样的人了 四九以前 影响力最大的 恐怕是莫过于鲁迅 那他把所有的启蒙的 非启蒙的 理性的 感性的 个人的人道 我的 革命的 社会的所有因素 全加在一起 启蒙的是现代的 非启蒙的是比较传统 这个 或者直一现代 理性的 感性的 各方面 这样都呈现 这就是他的一种 高度的敏感性 而不幸的是 他又是一个 极于爱好完美的人 像他小的时候 去书店买书 买画册 不能够容忍 上面有任何的污点 他买了一本画册 就不断地 看看污点 看看污点 然后去退换 看看污点 然后去退换 看看污点 然后去退换 退换几十之后 人家就笑他说 你这个都 书都已经比这个姑娘的脸 都还白了 你还要换吗 他觉得深受 这个 稀释大辱 也就是说 他是不能容忍 有任何污点的人 高度的敏感 那拥有这一切重要 岂不是痛苦 那民国时代 就是个痛苦的时代 矛盾和痛苦的时代 一切新的 旧的 个人的 群体的 主观的 客观的 用一切矛盾 感受到一切矛盾 又追求绝对完美 痛苦不堪的一辈子 那他觉得所有痛苦敏感 感觉到一切的矛盾 一切完美就是时代充满了挣扎 其实最有感动力的这一些文学艺术家都是如此 千年生病正好在看那个YouTube的纪录片 他们也是如此 他们在爱尔兰的那种 各个宗教之间 总独独之间的那种 矛盾 跟杀戮当中 增长 极为痛苦 到老看起来都是一脸的那种 一脸的那种 就是 很难形容 就绝对不是那样一个 看起来很 平顺的那样一个脸 好像经过很多很多内在的挣扎 那样的脸 就成为 世界最顶级的天团了 大概二十世纪里头 数一数二 当然仅次于Beatles 几乎是仅次于Beatles 就是Beatles 几乎 而且 他的定位很高 就认为他是非常有深度 他不是一般的那种 那 鲁迅 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 今天我们这个记 介绍了 民国时期的个性主义 跟浪漫主义 也介绍这个时期 一些最重要的一些官员 时间正好 我们就下课 休息20分钟 这个3点30分钟 请大家再回来 为中国文明谋求未来的出路 以及重新建国跟立国 是成为中国现在思想家 最为关切的问题 所以整个课程是在这一个主轴上面 开展的 那么 在这点上来讲 我跟原来传统的这一个史学界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比较会从西方的角度出发 看说哪一些的这个思维啊 从现代人或西方的角度来看 有价值或有意义 那 我说这个是脱离了 被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态度 这样是不对的 你必须要回到他们自己的问题 那 这个问题呢 是我刚刚说的 他们其实都是在为中国文明谋求出路 重新建国立国 那为什么要重新建国立国这么重要呢 因为中国是一个超级的国家型的文明 要怎么重新建国立国呢 是有特别的重大性 那各种的思想 国主主义啊 自由主义啊 马列主义啊 还有什么认识论的啊 理性主义 实验主义 这些种种 其实都 环绕在这个问题上 展开 那这个课程的这一个地图 其实可能我们这种比较老派的讲法了 就是这个课程的这个结构 那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我先讲一遍 就是 先要分第一个阶段是晚清思想 晚清思想的时候呢 面对了中国体系的危机 跟革命 那中国体系的危机什么都曝露呢 从甲午之后 那到了 1912的辛亥革命 这个时候他整个危机曝露 所以这个时候主要是在讲说 中国体系的危机怎么回事 以及革命思潮怎么回事 中国体系的危机 中国体系原来是一个以儒教为主的这个体系 那 这个体系发生的危机 就会要求 国学体系跟传统世界观的变革 这以康有威为中心 提出一套全新的一个经学 跟相关的这个思维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现代的 西方的 整个世界观的输入 其中尤其以天眼论跟自由主义为中心 然后就是户须变法 这个变法是在谈说 中国要怎么办 对吧 就是 中国的国家体制要怎么改变 然后谈说 清末开始有解放的 自由的 民主的 跟新的 国民的思想 那这是说 要成为一种新的 一些 根本的 思维形态 那这跟原来的儒教的那种 一切 以三纲五常为中心不一样 那反过来讲 这个保守派呢 就会用三纲五常为中心 来反对 这种体系的全反革命 保守派所能够接受的 顶多就到了 中体西用 那么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所谓 抛弃了 三纲五常的 这样子的一种新的思维 即使如此 内部的矛盾跟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就还是会造成了一种 体系的 这个革命 这革命 革命的核心 是民族主义的思维 是满汉思维 虽然说 满汉的这个矛盾 虽然说 其实中国人并不那么丑满 但是他没有办法容忍这么一个腐败的政权 又是一个原本是外来的 少数民族政权 统治的 他如果 这个不腐败 不无能的话 也可以接受 但不幸的 这个 又无能腐败 那你持续待后 在期末总统作为 让大家受不了 然后国家情况造为恶劣 于是就变成了 反正有激烈的心态 跟革命的思想 那这个就是在说明啊 晚清是中国体系的危机 中间不是没有一种变革 有巨大的一个变革 最后 还是会走上了一种革命的思潮的 一个缘故 那么 民国之后呢 刚开始几年的思想界 是比较沉寂的 本来盼望说新的体制 能够让中国走到一条新的出路 结果呢 孙中山 很快就下台 大家对袁世凯抱有很高的期望 袁世凯呢 就很快的跟国民党就闹翻了 然后就解散了国会了 然后就二次革命了 然后后来袁世凯就帝制了 帝制自围 袁世凯死了之后 又张军复辟 张军被改下台之后呢 遍地的这个军阀 所以这个时候啊 知识分子非常痛苦不安 所以在这个袁世凯第一次结束的 这一段时间啊 就开始就民国四年的这个时候 就开始有新文化运动 以陈渡秀为中心 那这个新文化运动 就是要探索一个新的文明的体系的 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那探索着 既然之前一塌糊涂 于是底下到底怎么办呢 探索方向 所以这个方向极为重要 那 所以他们要寻求新的道 中国的道路 以及包括了 人生的各方面 来自于政治社会 也包括了这个 世界 就传统的宇宙人生政治社会 为什么要宇宙人生呢 因为个人种种跟这个世界 也分不开的 以前人是相信阴阳五行的 现在人要相信 这个自然科学的 这个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不同的 于是康恩史教的赛仙人跟德仙 就整个改变了 传统的思维 那么 新文化运动有很多不同的诠释 有的人说它是一种启蒙的运动 或者说文艺复兴 或者旧王跟启蒙 用启蒙或文艺复兴都比较是横向移植的 我认为这个没有办法 展现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质 那我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特质 其实是对于中国体系 产生一个彻底的怀疑 那这个比清末的时候要更进一步 因为即使是康良 更不要说是保守派 他们并不质疑整个中国体系 他们还是 想要在这个体系里头 做尽量的变革 引入新的东西 那甚至于革命派 讲这一个 新的体制 不要在帝王之治了 包括孙中山先生 他还喜欢讲姚舜以堂 文武周公 他并不质疑整个中国旧的 这个伦理文化 可是新文化运动呢 却在一连串的挫败之后 从清末的 一连串的 这一个对外的失败 再加上了 辛亥运动 辛亥革命之后 总统失败之后 觉得说 这些路子真的是不行了 于是要走一个彻底的 把传统的文明最核心的东西 解构掉 解构掉之后 重新来过 要以西方近现代的 自由民主 法治 科学 个人主义 这些种种 来 重构 中国 那这是用解构跟重构 可是我们仔细进一步看的时候 就发现说 在这里头 真正最强烈的 是一种解放的需求 就是陈独秀这些人为中心 他们要求的就是一种 彻底的一个解放的思维 把人从原来的 他认为是受奴役的 受高度限制的状态解放出来 要他自主 自主之后呢 才能展开了 每一个人的生命力 也渴望自由 不是不讲民主 共和 但其实 讲的相对是少的 所以这个顺序上 就他们最有力量的是解放的 然后每个人希望从家族出来 变成自主的 然后希望能够自由的 然后呢 民主 是大家所向往 但是还很遥远 怎么做不知道 只是听说 怎么民主法的 还不知道 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这里头呢 在 思想 在应该说 在情绪上表现的一开始 就比较强烈 就是个性主义跟浪漫主义 就前面跟主委说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 这个时代是一个科学主义 跟实验主义的一个时代 在这个科学主义跟实验主义时代里头 颠覆了整个传统 要建立新的 一种以科学主义 为中心的一种新的思维 然后这里面也涉及到 公理化的问题 就是 中国传统的这一个礼路 是比较是伦理的 是情理法的 是一种天地自然的一种礼路 人生在世都要寻了某一种礼路过活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很容易乱掉 没有标准 现代的西方要求是公理化 每一个自由平等的个人之上 有个共同大家接受的一个理则 这叫做公理化 这是现代西方的一种做法 那从考也为说就开始谈公理 谈每一个解放的个人 要谈公理 公理的背后是一种理性的思维 每一个个人运用他的理性 大家认同这个公理 就成为我们共同的基础 可是与此同时 这固然成为一个新的主要的一个 所谓当时接受启蒙的思维 可是也有人批判启蒙 意思说这是公理化跟理性 这个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 可是也有人批评这个事情 所以批判启蒙是等于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核心 从什么角度批判呢 基本上 从传统的 以儒家 佛家 道家 为基础的 这样子传统的批判 那么 大概在 大概在五四之前 尤其五四之后 就开始流行社会主义 跟社会改良思想 何以故呢 当你要把一切个体解放出来 那么于是 自然 就会变成了一个 整体的秩序出问题的状态 这时候就会需要整个的 整体的思维 那么于是社会主义啊 就应运而生了 之后 中间最有力量的 无非是马克思主义 民政主义最后的 实义住行 娱乐 娱乐良奖没有能够讲成 这个是 这些事代影响 中国近代最重要的 近代最重要的一些思维 所以我们这门课的 它的 可以说组织是这样 那一个历史的 课程 跟朱雁说过 它不比这个 物理学或者生物学 它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 把这个时代 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提出来 然后 第一次要认识在每一个时期 最重要的这些思维 那么 然后再看他们之间的 这个关系 我想我已经 简要的 跟大家说明了一下 这一个过程 那我们的重点 其实 基本上只有两个 一个是 清末的 这个中国体系的危机跟革命 然后 就是新华运动 那为什么新华运动 因为有些同学不明白 为什么想讲新华运动 就跟朱雁讲 这一切东西 决定了今天中国的一切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当然就是 马克思署易的输入 所形成的 这个中共 中共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决定了今天的 这个 中国的命运 然后 中文化运动的 国民党 在很大程度上 长期 在 中国大陆的时期 也主导了中国的 这个发展 那到台湾之后 也长期的 主导了这个 台湾的 这个 发展 因此 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 一个结构 这也是我想象的 想跟朱雁讲的 我们课程的地图 地图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纲要上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 因为 听说有一些同学 总觉得 那我 继续上课 我们底下要讲 这个 科学主义 跟实验主义 在 中国 这个 这一讲 我的 重点 事实上是放在 这个 实验主义上 为什么呢 因为 科学主义啊 其实没有 太多好讲的 这个里头啊 主要是 这一本书 就是 这一段跑调吧 先这个观点 就是 郭炎仪的 这本 关于 科学主义 的 在中国的这本书 那这个书 其实很简单 没有讲什么 太多 就是说 民国时期 大家呀 都是在讲 都普遍的崇拜 科学 认为科学万能 那为什么 关于科学万能呢 倒是有些不同的一个解释 那 林玉森是主张 因为有机式的一员世界观 所造成的宗教系崇拜 是对于 为他的一个原因 他的论点是说 因为需要确定性 归纳法给的胡适 一把通往确实的钥匙 这样子 那么 前者我是同意的 也就是 民国时期 为什么普遍讲 科学主义 科学万能呢 因为中国以前 喜欢无道义以贯之 科学嘛 可以让大家无道义以贯之 那么 这个无道义以贯之的话 这个世界 是一员的 一员的 这个世界观 会造成了 大家 对于 一个科学的 普遍的一个崇拜 那这个崇拜 之后呢 于是 就好像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 那这确实也 在一种混乱当中 一种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那至于说 是不是归纳法 就给了胡适一把 通往确实的一个钥匙呢 这个道 未必然 因为胡适呢 其实胡适是追求 一种 不断在动静变化的一种 世界观 那我底下 开始讲 这个 胡适之的 这一个 实验主义 为什么要讲胡适 为什么要讲 实验主义 这个的 因素 是在于 在当时的所有各种思想当中 胡适的这个实验主义 是影响最广的 因为 一开始 大家对于科学 只是一个普遍的崇拜 听说 西方近现代 因为有了科学 所以一切 突飞猛进 一切变得 如何如何的了不起 然后呢 在 这个 那但你科学的内涵 到底怎么说呢 不知道 可是之后 有一个重要人物要访华 这个人叫做杜威 杜威是胡适的老师 胡适是何许人也呢 胡适啊 是一个 清末的 一个留学生 他在国内读完了清华大学之后 就到了美国 先到了康奈尔 然后到了哥伦比亚 去读书 跟着这个杜威啊 去研究哲学 那 他回国之后呢 应该说他还没有回国 就开始在 写文章啊 去探讨 中国的未来文化应该怎么样 其中啊 最有名的 就是文学改良厨艺 后来这个事情 之前跟诸位说过了 就变成了 中国的文学革命的 一个开端 后来百花运动 都从这里来 那百花运动 当然就影响了我们今天的一切 那么 胡适在当时还发表了许多 这个改良家庭啊 改良文化 改良文学啊 各方面的这个言论 其中 这 他的北大当教授 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他也是新华运动 跟新七年杂志的重要的一员 那么 1919年 他们因缘集会 因为都尉到亚洲 他们就安排啊 都尉访华 都尉访华 之前 胡适之啊 就 先 这个 写了一篇介绍的这个文章 介绍说 这个 杜威要讲的哲学的核心什么 那 是 这个 实验主义 那实验主义什么呢 实验主义里头 他说 哲学是应付环境的工具 心理 是一切制度的基础 进化是一点一级的改革 应当要提倡 民主跟改良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 哲学进入环境的工具 跟传统的哲学的讲法 是不一样的 因为啊 西方传统的哲学 是一种 理性的 在书哉里头的 人去在探索 这个世界的本质的 这样子的 思维 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是水呢 还是这个 原子呢 还是说 是 这一个 不变的一些本体呢 就有各种的讲法 或者世界本质是变动不拘的呢 那么 这些问题都不是应付环境的 西方哲学 比如理性论呢 或者经验论呢 都是在谈说 一切事物的本质是什么 他现在不谈本质了 他要谈说 我们要整个应付环境 那么 应付环境 是要人具体去面对 然后进一步讲说 心理是自助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变化人的心理 进化 是要一点一滴改革的 透过一点一滴的改革 我们才能够 达到进化 然后这个东西 要民主跟改良的方式 这杜伟的四点思想 那 杜伟的这一些思想啊 其实在历史上很重要 因为二世纪啊 有三大哲学思想 一个是杜伟的实验主义 一个是维根斯坦的分析哲学 是海德根的这个诠释学 他们三个人呢 都突破了西方传统的 这个理性论跟真理观 开创了新时代 特有演化意义跟开放性的哲学 怎么讲 那杜伟的实验主义 是其中一个代表作 另外两个东西 都没有怎么输入中国 有时代的关系 也有这个因缘的关系 那我们点要进一步讲 那这三个思想 都宣告理性独断的终结 一个永恒变动跟批判时代来临 所以这是一个变动跟批判时代 那只是这个变动跟批判 在胡适来讲是渐进 那胡适的实验主义是说 科学实验室的两个基本态度 第一个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 第二个是历史的态度 这两个观念都是具体科学的影响 而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 在哲学上的这个运用 什么叫做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呢 意思就是说 任何事情都要有经验上的 实验上的一个结果 否则我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不过你个人的信念 你的主张而已 你如果不能够 像类似在科学实验室里的这一种方式 去把你的说法这个实验 看看它有什么具体的实际的结果的话 那我就不相信你讲任何东西 那换言之任何事情 我要看到有什么实际的结果 那这就是实验主义 任何事情是根据它有什么实验的结果 然后我们来评判它的价值 这是实验主义 那第二个是历史的态度 为什么历史的态度呢 因为任何一样事情 甚至于任何一个说法的这个效果 是随着时间会改变的 历史上很多的说法 在当时很有价值 后来可能觉得没价值 对吧 所以一个东西的说法 就要看它在 我们这个时代里头 以及它在那个时代 它在它的时代里头发生什么价值 它在那个时代 它的时代里头发生了价值 发生了作用 那就是有意义 但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作用了 那就是没有意义 所以这是个历史的态度 那因此 就这样来看的话 说那个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 是抽象的 是笼统的 是无凭据的 是不能证实 说 这些东西啊 你说什么绝对的真理呢 那就是没有的 那因此啊 中国历代所说的什么 道啊 理啊 气啊 无啊 上帝啊 太极啊 无极 无法证明 无法证明什么意思呢 无法证明它是对的 还是错的 也不知道它有什么效果的 因此只好有他们乱说罢了 那你说这些东西是绝对的道 绝对的理 绝对的上帝 西方的上帝 大部分讲中国的 太极是绝对的 无极是最高的 那这种所谓 看起来是所谓 这个绝对的最高的东西啊 是抽象的笼统的 是没有凭据的 不能够证实的 可以随便乱讲 那它不信这一套 既然不信这一套 于是呢 就可以怎么样 就批评它了 就可以推翻它了 那么这样子来讲的话 就会具有一种 推翻传统的功能 一种革命性的一个价值 那么 那 胡适 既借的杜维来华的这个威力 而且杜维来华之后 还继续做了两年的到处的演讲 这恰恰是在 武士运动这个时期 所以就使得这个新的思维啊 不禁而走 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人 包括毛泽东早年 也是一个实验主义者 当时胡适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 那后来呢 他发现 马克思主义 尤其列宁主义更有效 既然照你先生的讲法 什么是有效才有价值的 那就干脆就转向了马列主义 因为马列主义 对于中国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 重新建国的问题 特别有效 那胡适之是反对的 因为胡适之反而是 有他自己的信仰 他信仰实验主义 搞了半天 他并没有真的按照实验主义的原则 去检查实验主义 因为实验主义 在当时其实不是那么有效 既然一切而已有效结果的话 那你不是那么有效 你连实验主义也不应该坚持 对不对 反而毛泽东 最后根据这个想法 那转过去走的那个东西 不是更应该符合你所讲的道理吗 这是蛮讽刺的 不过人往往这样 因为他相信实验主义 一直就讲实验主义 他认为是要渐进的改革 要民主的改革 其实也只是一个信念而已 那根本原理 其实一定要看一切 是不是有实际效果 实际的结果 那他引进这个东西 影响了 现代中国的科学方法 跟思维方式 因为之前 大家只是盲目的跟着喊说 科学万能 科学很重要 这种科学主义 但是没有深度 没有内涵 那胡适之用了一个西方大哲学家 杜威的说法 然后杜威 说杜威不是科学家 但杜威早期是做过实验的 杜威是做过实验心理学 他从实验心理学起家 所以杜威的这个东西 是实验心理 所以他 这个东西呢 借铃于杜威 就是让他这个影响了一代人的 人生观 世界观 文学观 这个一代人少说 这个十二年 多说可以到三十年 因为长时间的影响 那我们到台湾的 这个 以前早期 大家学的也都是这一套 都是实验主义的这个事情 那这个 实验主义啊 其实 他有他来源的 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他基本讲法很简单 就跟主义讲说 一切 要看来什么效果 对吧 看他实际效果 那 但是 他有到一些背景 他首先继承了 清末一家的进化论世界观 为什么说继承了 进化论世界观呢 因为杜威啊 是笃姓 这个 达尔文的进化论 他说人啊 就是一个生物 既然人是一个生物 所以人的一切的心智 脾部 就是一个生物来应环境的工具嘛 传统上 把它讲成了哲学 抽象的东西 那传统上这样讲 其实啊 那个做法 是没有了解到人只是一个生物 物相系 尤其西方传统 认为说理性啊 心灵啊 灵魂啊 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你相信呢 演化论的话 那么 生物 最重要的 一切的思维 只是帮助他谋得更好的这个人生 所以哲学是对付环境的 那对付环境当然有效了 对不对 有效对付环境才是对的 至于什么世界的本质 这个事情太遥远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管 世界的本质怎么样呢 或者事物的本质 生物是不需要去管那么多事物的本质的 更何况 从十八世纪以来 也一再的发现 事物的本质啊 是人啊 难以 掌握到的 难以去认识 所以啊 那么 这个是首先 另外 他也体现了 辛亥革命跟新化运动时期的革命跟批判精神 什么叫做革命跟批判精神 因为就是现有的一切都不相信 他不相信现有的一切 那么推动了五世纪变动静变化的革命人观世界观 这一切是要新的 要动静变化的 要与时俱进 另外 他还继承了清朝的考证学 为什么考证学呢 首先 不是自己热爱考证 他对于事情 他从小有一个看法 就是啊 一切事情啊 这个 都要质疑 然后呢 你要我相信 你要拿证据来 为什么都要质疑呢 他说他受到贺虚的影响 充满了怀疑的精神 我们这一辈年轻的时候 也充满了怀疑的精神 诸位今天不知道也是不是如此 不许也是 这是个变动的时代 那么 他呢 充满怀疑精神 我认为 他这个充满怀疑的精神 其实 跟清末的太多 清末的气氛有关 他是在甲午之后 这个长大的 那这个时期 本来就对于现有的一切 充满了怀疑 充满了批判 那充满怀疑 充满了批判当中 他喜欢考证学 认为说拿证据来 所以这个证据 就帮我们认识到什么事情可靠的 这个证据 也是有实际效果 所以他也受到了清朝的考证学的 这个影响 同时呢 还继承了中国传统 重视经验 尝试 实用的 整体观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重经验的 中国没有什么理性论 因为西方理性论 跟他们对于灵魂的信仰 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没有那一套 一切都是具体的经验 尤其是尝试 中国从来 中国人特别偏好实用 那么 看事情看一个整体 那么而且中国传统 其实碰到经验方 他蛮排斥 跟西方两千多余年 学术思想大人统的 这个理性论跟形式逻辑 所以实验主义啊 一方面看起来 好像很单纯 不就是 这个 重视 像实验室里头 一切要有证据的 这个态度嘛 他背后 这个基本的原理原则 所引发出来的 相关的这个东西 可深远 他就不要那种 传统的理性论 做到那里去论说 什么什么 是一种 根据我的理性 我推断出来 判断出来 这个事情 的本质是如何如何 他说你要靠经验 你要看它实际的效果 那也不是用形式逻辑来推倒 所以这就使得实验主义 既以革命性的姿态批评传统 也与中国传统深层密切的关系 那么 这跟 它的背景有关 不是是辉州人 他自幼是家学成朱 崇敬同级的辉州的朱子 所失授的世俗教育 是以朱子学位中心的经学教育 胡适曾经说 那某些方面来说 朱子本人就是个科学家 他对古典典籍深具批判能力 对古籍的处理也完全不具传统 明明使用新方法令状西论 他说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我国字十七世纪初期 其后凡三百年学术研究 其实并不是反对朱崎和宋学 相反的 他们继承了朱子自学的精神 那就是格物自知的这个态度 一切事情要深入的研究 而朱子的格物自知 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另外 他还继承了 明清以来 这个 上识的学风跟考据学 因为明清以来 许多人高唱 精识实用实践考据 就不喜欢谈玄虚 反对寿命理学所讲的一种 比较玄虚的说法 他身之为反玄学的实学 那他也这个很受清人考据学的影响 所以他出国前夕 便对汉宋的经说产生的奇异产生 义说产生的奇异之后 这个用清朝人已经解经的态度 用归纳法比较文法的方式 写出了一篇这个学术论文 讲这个实境当中研制到底怎么用 那赴美之后 还又学到了西方的考据学历史辅助 科学高级批判学 融合了中西考据学 中生最主要的学术方法 为什么特别讲这一段呢 意思就是说 结果不是之的 虽然说是科学方法 事实上真正在运用的 更多的甚至于主要的是一种考据学 他并没有真正的 全面的走上西方的科学方法 西方的科学方法有另外一套 我几下为一再述说的 就是理论建构 的问题 跟系统解释的问题 不是不看中那个事情 他觉得理论建构 系统的解释 也都只是一时的 他要看中的就是具体的效果 一切 就是有具体的 一样一样具体的事实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科学的全貌 不是 并非 那这个事情他是受到传统影响 另外 还有受到清代的考证学 这种讲的很多 另外还有代政 包括代政的 代政是清代最重要的一个学者 代政的 这个 自然主义 议员的唯物论 动态宇宙观 细写心之为信 充情 所以是理 这些什么呢 都在在让胡适觉得说 他这种思维 是一种 近乎于现代的思维 你看 他强调的自然 并不是神 上帝 他是唯物论 不是那种唯心的 在胡适看来说 他是唯物论 其实代政是 一气之化 一气之化 他一是一元的 气 他是唯物的 其实中国古代的气 并不是唯物的 不过容易让人家觉得是唯物的 中国古代的气 是包括心的动作 心属气的 他不管那么多了 动态的宇宙观 一切是变化的 气血 心之为信 这是人的 气血 心之 就是人的信 通勤 岁欲 是礼 所以一切是让人的情欲 能够通税 就是道理 乐利 以及组织主义 那这些东西其实 起不高度的具有现代性 那他讲这些事情干什么呢 就希望把一个古老的中国 连接上现代的世界 他感觉到 中国不能不变 必须要变 那怎么变呢 必须要把传统的中国 跟现代的中国 连接在一起 这样才行 就会变成中国的文艺复兴 什么叫中国文艺复兴呢 他认为先情的学术 宋学期日中蕴含的科学方法 精神尚未发达 先情的就是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 不是像那种宗教的迷信的态度 中国本来 他说就是一种比较务实的 重实际的 重实际效果的这个态度 那么 主要是因为 中古时代 受到佛道教的影响 于是他脱离了现实 今天呢 希望又重新回来 那其中诸子跟代政 都是把中国拉进来 这种比较良好的 务实的科学态度 务实的宇宙观跟人生观的 所以他说 我们以前就有这个底子 只是没有充分发挥 西方人把它充分的发挥了 于是我们就应当 这个拥抱它 这也是对于自己的 原来文明的一些 的长处的 一个自我的肯定 他说所以他把新文化运动 称之为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 这个看法当然有他一定的道理 但是他看到这个单线进化的 科学方法世界观的作用 他只从这个方式作用 特别看重这个科学方法 未必能 甚至不太能够掌握 中国学术跟思想文化史的真相 因为中国思想要处理的问题 不是一个什么科学方法的问题 中国要处理的问题 是一个这个文明 要如何能够存续 要能够整合 要能够大家良好生存的问题 这不是科学就能够保证的 因此 中国传统另外有它的 总演化有它的这个缘故 那但是我不多说 在来讲 它是既 简单讲 不是只是既继承的传统 又认为 这一个传统 是能够 这个 接上近代西方 这也是他一番苦心 想要把中国传统 跟现代的西方连结的 我们讲到这里 先休息十分钟 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课 暂停一下 我们继续上课 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说 胡适之的实验主义 既成了朱子的格物自知 又既成了这一个明清 上时绝风 还有代政 这个 他又说中国的文艺复兴 底下还会讲说 他又继承了这个 近代的 这个 早期输入中国的 科学方法逻辑思想 因为我的重点 不是在讲 胡适一个人而已 我要讲的是说 他为什么 第一 他为什么成为 这个时代的主流 然后这个 为什么成为这个 这个时代主流的意义 这个主流的意义 必须要从他 继承了哪一些 传统上的这些重要的事物 看得出才看得出来 因为他们同时代的人 都跟他一样 接受了 从这个朱子 到明清 上时学风 还有代政 还有 这个 也希望中国能够 文艺复兴 那个时代的想法 我们这个时代会笑说 我们不要 人家怎么样 我们也怎么样 因为你这个时代 没有旧王屠存的问题 他那个时代说 如果这个东西 就让中国文艺复兴 这有多好 对不对 古人嘛 也很棒 只是还差一节 差一块 我们只要 顺着这个路 这个走上去 这个 就能够文艺复兴了 自己也觉得 有这个尊严 有这个光荣 所以 那这些事情 而且他讲的 也是有评有据 并不是没有道理 中国古人 确实重物实 确实重实效 至少这一面 也很明显 那我们继续看 他继承了哪些东西 中国早年输入的 这个科学方法 跟逻辑思维 事实上 是偏就实用的 技术性的居多 探索科学原理的很有限 康良 谭世彤的科学程度有限 他们只能大略的 吸收科学成果 并对于清末 做出不少的比赋跟议测 在清末的时候 他们特别注意到 西方籍重视实验跟实测 注意算讯 那这意思也就是说 早期输入中国的 这一些科学的内涵 第一是偏重实用的 第二 是在这个当中 重视实验跟实测 那这些东西 也都是容易接上了 实验主义 这种重视实效的结果 我同时要跟大家讲 我讲一句话 就实验主义 在当时世界的这一个 哲学传统上来讲 它是属于实用主义 叫pragmatism的一部分 一般西方人 你跟他讲实验主义 叫做experimentalism 他莫名其妙 不知道在讲什么 你讲pragmatism 很多人都知道 哦 这是pragmatism pragmatism 该怎么翻呢 不好翻 它同时有实践 也有实用的意思 总之是在具体的 作为当中 看到它有实际的结果 这个是pragmatism 那实验主义是它的一环 那么都是重视实际效果的 那另外胡适还受一个 影响叫做炎富 炎富啊 他翻译的是 经验主义的这个逻辑 那炎富的这个逻辑 不是理性论的逻辑 西方的逻辑学的源头 是理性论的 所以人有机会去读一下 亚里斯多德的逻辑 就知道 他从理性论出发了 他是从语言的 内在的理路 这个里面来讲 其实逻辑是要讲我们的思维 因为我们人在思维 这个思维当中 你不可不遵循的 一个规则 这个叫做logic 可是 炎富的这个逻辑 不是理性论来的 不是形式逻辑 它是归纳法逻辑 换言之 他并不承认 有一个 事先存在的 一种具体的 推演的理路 他反而认为说 这一切都是我们经验当中 归纳出来的结果 那么 这个归纳的结果 再怎么说 是离不开我们的经验 这叫做经验 的主义逻辑 那炎富说 不外奏之学 外奏就是推演 就是演绎法 这是思辨范围 但若纯向思辨中讨生活 便将古人说 以德之理如一桶水 倾向这桶 倾来倾去 总是这水 何处有新知识来 他总是在这个当中思辨 他没有新的知识 所以他说 格志真术 存乎内奏 要去观察 要去从这个东西 重新的归眼 重新的这个 得到新的知识 那这段话 其实是针对 中国传统讲 中国传统 也不是不用思想 但总是 古人所以德之理 他倾来倾去 这样子的话 似乎不容易 新的知识来 那这个 所以格志真术 存乎内奏 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一定是这样的 其实也未必然 在哲学上 有很多的知识 就是对于古人 所说的东西 做进一步的 分析 思辨 剖析之后 就可以得到 新的认识 这个 在西洋哲学史上 是处处可见 所以不必然 但是严富这个话 是对于中国传统讲的 有他相当的道理 另外 他也认为 中国传统总是不重视归纳 经学里头 就是这样倒来倒去 那 换言之 无视之 受到严富的 强烈的影响 也是要开启一个 新的时代 所以也偏重 经验主义 那这些偏向 有什么重要性呢 重要性很大 在于西方的 这个科学的核心 是理性主义的 不是经验主义的 所以你这样 就会远离了 西方的科学的核心 但是当时是不自知的 因为他 如果上述了 种种因缘 一路下来 那另外 胡适啊 为什么要讲 实验主义 还有很重要的原因 他有一个沟通 中西文化的 一个生命的需求 他受过了 完整的古典教育 不是世俗出身的 又一个传统的心灵 那么面对了 这一个近代西方 怎么沟通两者 是一个基本文化的 一个需求 他十几岁时候 受梁景超启发 就已经真打定主义 要补足梁景超 为能完成的 中国学术思乡史 他的博论 先情的逻辑方法是 导论就说 我们中国人 如何能在这 皱看起来 同我们的 故伪文化 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头 感到泰然 自若 一个具有光荣历史 以及自己创造的 灿烂文化的民族 在个新的文化中 绝不会感到自在的 因此 真正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 我们应怎样 才能以最有效的方法 吸收现代文化 使它能同我们的 故伪文化相一致 协调和继续发展 这的话讲得非常的好 也就是 一个 同时深刻的进入到 两个文化当中的一个心灵 的 一个长期思索的结果 他没有办法完全抛掉自己 那也不能不接受现代 他不是一片空白 所以 真正的问题变成说 我们要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 吸收现代文化 使它能同我们的 故伪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看这个才会知道说 胡适之为什么要 在哥伦比亚 写先情的逻辑方法使 当时人觉得莫名其妙 你到西方不就应该研究西方的东西吗 殊不知 这个对于胡适来讲 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所以我们跟朱尉讲 说 胡适的西学的程度 远比我们现在一般人好很多 我看着他 这个写的这个英文在大学时代 因为他在卡内尔念的这个 这个书 自探俘虏 他能够得到卡内尔的学生的 这个英文写作的首奖 他写的比外国人还好 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这个比一般的外国人好 这个 迟早 以及具形变化之丰富 文章之这个完整 所以他英文非常的好 然后他也读了大量的西书 所以你要他研究个西方的东西 绝对不是个问题 但是 他选择 做这个题目 就可见 他有 他的 深刻的问题 他从这个问题出发 所以他很早就要做这个事情 因此 胡适之所研究的这个学问 是一个沟通中西的一个学问 他要沟通两者 是中国人也能够自在的活在于现代世界 成为他一生最深层跟纠结的问题 所以他选择跟归宗的实验主义 跟中国传统有深层的继承性跟亲和性 就不足为奇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东西 他是本于中国传统 去接受一个跟中国传统最接近的东西 因为胡适在西方学过很多东西 他在康奈尔的时候 甚至于他到这个 哥伦比亚的 读书的时候 学界当时主要流行的 他所接受的 是一广德国维新论 他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德国维新论上 可他并没有选择那条道路 反而是走上实验主义 这个就有他深层的原因了 那么实验主义的有几个核心的东西 第一个是一切要从时效出发 这个时效出发跟中国传统一种 深层的继承性 他在1915年5月9日日记 此时可证 今世的时效主义 是持络未尝无可取者 其言约 天下我有通常的真理 但有特别之真理而 这是他最早提到的所谓实验主义 这时候他已经要离开 这个康奈尔了 他说 凡思想无他 皆由于解决某某问题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来因为经常受人家受药要演讲 当时在那边的中国人很少 中国当时又刚建国多时之秋 很多事情大家早上去演讲 大家对中国非常有兴趣 美国人 他演讲太多了 妨碍功课 这个他说他不要讲 但是终于21条 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不能不讲 所以说没有绝对的真理 只是只有通常的真理 思想是要解决问题的 所以这他刚开始对于实效主义 第一次开始有记录 就是对于他的实际效果 有所感受 然后他指出 对于真正的科学家而言 无论讲什么 他总以为 你的意思是说 某种实验法 若实行时 定有某种效果 若不如此 你说的话他不懂得了 这是科学实验的态度 实际效果 我们前面刚刚说过了 这个是实验主义的核心 一切从实效出发 那么 这种实效的态度 就跟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中国传统本来看事情 很看重实效的 他进一步说 他说实验主义是 宣扬动静变化跟反传统的 皮尔士跟詹姆斯学说 他说 詹姆斯的学说重点来推翻了 康德的纯粹理性说 建立以人的兴趣跟意志 为根本的实验主义心理学 继承经验主义传统 也突出了后达尔文时代 作为生物人的主体跟性质 无论皮尔士的方向论 詹姆斯的心理学 都跟西方传统哲学的 观念理性形成逻辑论的大不相同 所以 这个一切都从兴趣跟意志出发 跟中国的传统 事实上也是比较接近的 西方反而是从理性出发 尤其是康德的这个纯粹理性 实践理性的这个代表作 那么在这基础下 他否定了普遍的理则 强调历史的真理性 就不讲什么三纲五常了 这个真理是因实因细所不同的 如果前面跟诸位说过的 这个他就说 国体变了 三纲少了军臣一轮 五轮少了军臣 三纲一纲 军臣一纲 五轮少了军臣一轮 不为子纲 不为七纲也不能成立 古时候的天经地义 现在变成废语了 所以这种观点 就是说 否定了 传统在当时 当时具有革命的效果 这个新的真理论 指向因实而变的 注重效果的验证感 跟发生过程的真理 其内涵 原因西方传统 普遍固定的真理论 而近于中国传统的 因实位而变化的道理观 譬如说 《易经》里头 细词里面说的 意志为书也不可远 为道也履迁 变动不拘 周流不虚 上下无常 刚柔相也不可为典耀 为变所逝 这个就是易经的 核心的道理 中国传统的道理 本来就不是讲那种 土变不变动的东西 那诸位说 为什么叫天经地义吗 天经地义 它是讲 它有些根源上的东西如此 实际上 会随时变化 中国思想有这个两个方面 有天经地义的一面 就那个时代 大家普遍相信的 还有更根本性的 根本性的是易经 易经说的 为道也履迁 变动不拘 这是易经的道理 那胡适要回到这个 因时变化 尤其他面对的时代 是一个革命的时代 在这里头 看事情 一切都是历史的态度 一切都是历史的形成的 如果前面所说过 一切的东西 是 在他的那个历史的时空里头 有他的效果 所以有意义 一切东西 也都是各种的条件 所造成的 舍死历程 无所谓失误 这跟西方传统的本质论述 正相反 西方人看重本质的 他提倡是历史的真理 这个都是当代 那你说这不也是 现代西方的东西 没错 但是 这个是跟西方 两千年的传统唱反调 杜威这个东西 他自己也知道 这是思想史上的大革命 是要跟之前两千年的 这个哲学传统唱反调 这是一种历史的真理论 而儒家的这个学问呢 本来就是经史之学为本 史学又是中国传统历史的大中 所以儒家的学术 本来就赋予历史性 而少于哲学性 西方的学术 是以哲学为中心的 中国的学术 事实上是以史学为中心的 包括经学 经学其实都是历史的记载 就是姚 以前人认为是姚顺与康 文武周公的言行的记载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记载 所以是赋予历史性值 当然把它推尊到上面 后来变得有点神话 是一件事情 但是本质上是富有历史性质的 那这种历史的态度 从而进入义经跟如道 两家世界观 它以这个进化态度 取代了义跟道 等根源性的概念 它不当然不会再讲义经 再讲道 它用进化 义跟道是演化的 它现在讲进化了 极力批判义道天理 这一类的传统革命不科学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的继承 跟现场的革命 所以我认为胡适之的实验主义 是在核心的地方 继承了传统的思维 尤其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这个思维方式 跟世界观上继承的 然后我们所看到 它造成革命 推翻三纲五轮的旧说法 文学上革命 所有的一切的 这个政治思想 政治学术 思想文化 事情都要全面的改革了 这种革命 是它现象上 核心的地方 它就是继承的传统 那么 它的核心的地方 是在于 因为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核心思想 本来在于反对西方两千年来的 以超越 不变普遍的本体形象 和理性论词为本的一种二元传统 以及所产生的一种 统一与多样 一跟多 永恒跟暂时 完整跟部分 理性跟感性 思想跟欲望 生与心 不安的 the precarious and unsettled 与确定的 regular and determined 各种对立的二元论 不安跟确定的 这种二元论 西方的心灵 是永恒的在这个两个当中 在挣扎 或者说在 在这个 来回 这也是他们的力量的全员 那么 杜威是希望能够超过这个事情 那我讲这番话 是 这个好好地读了 杜威的这个经典的作品 就是 Experience and Nature 那本书 简单地归纳到这里 他那个书不好读的 归纳到这里来 所以 杜威的这一套 那么 是把西方的过去两千年 做了一个总结 然后推出一个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呢 是现代物理跟生物科学的指向的一种 变化动静不已的一种 自然主义的一元论 他是新的一个东西 那胡适之一看到 自然主义一元论 这不跟我们老祖东的东西一模一样吗 老祖东本来就自然主义的一元论 老祖东本来就不是二元传统 所以很高兴地把街上去变中国的文艺复兴去了 那 胡适之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指出 老子孔子到庄烈 以变化为基本性质的自然主义 唯物主义构成的中国哲学的基调 并 隶属从老子孔子 莫子 庄子 烈子 荀青 到韩非 这个中国 古代的自然主义 跟历史进化论 有减自凡的发展 又很推崇 代政 气化流行的 自然主义天道 所以 嗯 胡适之深刻的明白 或者他极为聪明的 聪慧的明白说 这个东西接近中国传统 而他又指向于最新的科学 两千年来西方两年未有这种新的世界 观 所以他要讲这个实验主义 那么 嗯 因此 这是他讲的 这个实验主义 那这个背后还有一个东西 叫生物集体主义跟经验及生活 西方不是生物集体主义 西方的传统是以上帝 灵魂理性 思想跟永恒不变的存有 或超越观念为中心的西方传统 世界观为中心的 这个诸位去读读西方的这个哲学 西方的学术传统反应出哲学 一路上讲的都是这些事情 东方常常看的莫名其妙 翻来覆去就是上帝灵魂理性跟思想 就你看黑格尔 黑格尔的时候 一切东西就从思想出发 又回到思想 思想是无一切 那么 称之为德国唯心论 不是偶然的 就是 思想赋予了这个世界的秩序跟意义 那么 这个背后只有他指向永恒不变的存有 为什么呢 从希腊以来 西方人就认为 这个变动不拘的世界是不可平的 这个变来变去 到底 是要怎样的 我们不能就在这变动当中这样活 我们要找到他背后的一个不变的东西 那才是存有 叫做being 他们会认为 譬如说一棵树 树一直在长 那 今天的树跟明天树都不一样 跟昨天树也不一样 那因此 当你说树的时候 是说今天的树 还是昨天树 还是明天的树 那你说树是一个观念 那树这个观念 岂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观念吗 树这个观念会变吗 不会啊 一个tree 一个树 树木的树 观念会变吗 不变吗 所以柏拉图 苏格拉就说 这个观念 是永恒不变的 而这个永恒不变的观念 才是完美的 树的观念是完美的 具体的树 每个树都不一样 那因此 这个是西方的传统 这是超越性的观念 西方传统世界观 而 我们一旦认为人只是一个 演化主义下的生物机体观的时候 就完全不一样 这一切东西 都不具有永恒的本质性的意义了 这只是具有工具性的意义 所以 实验主义同时也叫做工具主义 一切都是instrumentalism 都是我们的工具 那么 我们只是用着这些工具 在好好的对应环境而已 所以 不是特别崇信 这个 杜威本于生物机主义观念 创造的经验及生活 那经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切 我们的生物在生活当中 要面对一切种种 这些都变成我们的经验 所以经验不是传统的那种经验 只是在谈说 我们怎么认识上的去分析 我们比如说 去认识一个观念 白色 白色是怎么样一种经验 从经验来的 它不是纯粹理性来的 诸如此类 我们有白的经验 如果如果最后变成白色的观念 那这个 讲得太窄 经验就是生活 那经验及生活 经验又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学习就是在 这个 就是 生活及教育 经验及生活 生活及教育 教育以后最重要的 就是有完整的生活 这是一套 它是一套完整的哲学 来的 那么 这个 东西 你生物体的经验难过一切 将推理经验 心物意以贯制思维方式 意以贯制的思维方式 其实跟中国传统 真情思维颇接近 中国人不会特别标榜理性 或者感性 或者经验 都不这么标榜 它什么都有 都包含里头 它也有理性 也有经验 也有感性 心跟物意以贯制 它是整体性的观察 中国不这么分开看 所以 这个颇为相近 也与 中国 如果在两者中间 它比较接近经验 是建议实用 因为它根本不太有 根本就没有什么理性的概念 不是 没有理性的运作 但是没有那么观念 不会特别提出来的 它不太信任 推理跟繁琐论辩的这个传统 所以 这种态度 跟中国传统也接近 这是杜威的重要一个思想 经验及生活 生物集体主义 那 中国传统 是不是生物集体主义呢 这样说 中国当然不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 但是 中国人因为不怎么相信灵魂 或者说灵魂有之 但是不是太强 所以一般人活得很现实 这很现实当中 其实它主要还是一个 生物人 生物 生活 一些 就是 一般生物人的这个需求 也是他一切的出发点 他并不从灵魂做出发点 主要知道 西方人的一些种种 往往从灵魂做出发点 各个宗教都如此 希腊人如此 这个 国教也如此 从灵魂出发 中国传统不太从灵魂出发 也不见得一定否认 但这不是他的出发点 那就比较接近于生物人 所以 另外 与灵魂相应的 就是上帝的概念 不变得存有的概念 灵魂也是一种不变的存有 这个在中国传统 不见蹤跡 或者极为边缘 那么 他所强调的 横遍不已的自然 跟心物 主客是合一的经验 经验及生活 抛弃哲学家的问题 解决人的问题 与中国传统亲和 就是 在杜威来讲 这是2000年未有之 西方的新的东西 在胡适来讲 这个东西看起来都很亲切 跟中国传统很接近 不然一致 胡适是一种本质 或者生成上继承的 也亲和于中国传统 世界观世纪方的思想 将彻底的无真不信 实验检 实验实测 归纳考证实验 以成就他所认为 对 现代与先进的科学方法论 从而成功席卷 一代的中国新年 对实验主义流行 不是一件小事情 它反映了什么 一种 中国传统的一种 成功的现代转化 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这值得注意的 那么 这个 杜维还有一个说法 从经验培养创造性的智慧 而对应中国社会的改革需求 杜维看重的一个 creative intelligence 就不再是用理性的 严格的推理的一个方式 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 那这一点呢 中国人最会创造性的思维了 他的思维本来就没一定固定的理路 只要聪明人 当然比较富有创造性 所以这也跟 中国的传统接近 也很适应 中国社会的一个改革的需求 那另外 与此同时 他会鼓吹并放大 实现主义的批判跟存疑性 因为 这个 他说 我的思想有两个影响最大 一个是贺旭理 教我怎样怀疑 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 这种东西 这个倒不是杜维 杜维教我怎么思想 教我处处顾理到当前的问题 把一切思想学 代正的假设 处处顾理思想的结果 那这个 使他充满了批判跟怀疑精神 那 这一点 在清末跟民国时期 是跟这个时代的思想 正好是共振 因为时代恰恰是 感受到需要一种批判一切 重新评估一切 所以胡适曾经说过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是重新评估一切的价值 怎么重新评估呢 一切重新看过 实验主义正好可以重新评估 我看看你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你讲什么东西 我都不见得相信 是一定反对 但是我总要看看有什么效果 对吧 这就可以重新评估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甚至宁可疑而错 他就大力提倡疑谷 疑谷的态度 简而言之 宁可疑而错 可信 不要轻信 一切的事情都要怀疑 这个影响很大 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的人 不知道是谁的影响 影响很大的 他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 因为他指出一个制度的发生的原因 另一方面 最严厉的 最带有革命性质的 处处都带有批判性的 可以从 我既不否定他的过去的意义 但是我今天是可以充分的批判 他的现在的意义 所以重新固定一切价值 那其实 西方研究胡适的大家 曾经指出 杜维跟詹姆斯的哲学 其实非常强调新领旧的联系 确实如此 你们说如果就会看他 这个Experience and Nature这本书 他其实一段的想要整合新旧的 这跟胡适不一样 因为美国当时并不处于一个革命的时代 他如果那样讲 大家都跑了 当然他也不是要这个 故意阿谀世界 而他在那个环境里就长大 自然如此 动点是我提出新的 大家跟传统做一个联系 胡适呢 是强调新跟旧的联系 胡适一方面强调中国传统 跟西方的联系 另一方面 却对于中国传统的 凡是联系不上这些东西 他都产取一种批判打击的一种态度 就是这样子 那么 他的思想方法 是要针对具体的问题 而且既成清代考规学的一种思想的方法 这个方法 是五步的这个思维 一切从问题出发 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 然后思考看这个假设能不能成 是不是在众多假设中能选一个 比较有希望的 然后实际的验证 然后照这个去做 看能不能解除这个问题 所以一切是从实际的困难 对他思想的起点的实际的困难 或任何的理论或旧有的学说 所以他认为两千代形式逻辑 不是训练思想的正当方法 思想的作用不单是演绎法 不单是归纳法 还有创造性的智慧 这些东西当然有它的道理 从这个具体的东西出发 有它的道理 但是也造成了 它缺乏建构理论体系的能力 因为如果你不重视理性 跟这个演绎法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建构体系 你不会设法去尝试 去建立一个解释世界的一个东西 那这些各种主义 也都从西方学来的 搬来的 那因此 他说这些种种 他所强调的这个事实际的方法 都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 从常识出发 固然有它的好处 可是呢 他会讲一个问题 不能真正面向 问题不在于不能面向 大整个人类生活 有人说 讲实验主义的问题 在于不能够去 去做实际的科学实验 自然科学 不是 因为一个正确的科学方法论的话 他在处理任何事情都是科学 他真正的问题是在于 他排斥西方的理性论 跟形式逻辑 传统 这样 即使他面对大自然的人类 无法开出 理性为特征的 近现代科学 像 Nutonian Physics 他根本背后是数学 如果你 比较了解物理学的话 跟一些研究 物理学家相处了 他告诉你 他们认为物理学是什么 物理学就是数学 不能用数学去解释的东西 就不是物理学 那完全就是一套理性啊 这个哪里跟实验主义 是一回事 从实 他不是 不是简单从 实际问题出发的 恰恰不是 他是一套解释世界的系统 还是从西方那种 哲学的传统 去问说 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 如果我认为是这样的话 我推导出来一切 这些种种 比如世界的本质 是受到 牛顿力学的 这个 规律所 这个 掌握的 那我就可以推导出 一切的变化来 他这个是一套 数学跟理性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胡适之呢 在他来讲 实验主义 以为处理一些问题 基础 一切问题的基础的大道士的信仰 他说 我只承认他一点 一定做到进步 一步步有智慧的指导 几年的言论文 只是这种实验主义的态度 在各方面应用 但是 既然是重视一切一切都是看他的态度的话 那么我前面跟主委说过了 如果实验主义有效 岂不就是 当然该信从 但是实验主义很快的 被发现在解决中国问题上不是太有效 为什么呢 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要重新建国跟立国 需要有一个政治的中心 实验主义这种一切怀疑 这个一切有太证据的方式 使得大家很难有共同的信念 自然会变成一个非常多元的 自由的 各说各话的世界 那这个情况底下是 无法凝聚力量来重新建国 但是马列主义跟三民主义不然 他就是一个直接的信念 这个信念可以把 相信同样的人凝聚在一起 这个那条路子比较容易成功 那实验主义就在当时既然没有足够的时效 也自然走到这个历史的这个舞台的旁边了 这并不是说实验主义就没有价值 因为我们并不是 我并不是实验主义者 我也并不是实验主义的讲法 就是唯一的道理 只是说 这个有点自我矛盾 其实实验主义有实验主义的价值 那么 那在这个里头 实验主义有一种求道的性格 他一切都要把实验主义 或者所谓科学 变成解决一切 主导一切的东西 所以这个科学主义里头 就反映了 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求道的性格来了 不是说他一再的批判 就学跟文言也都如此 所以前面 我们的实验主义 科学主义只简单的讲 我等于补序几句话 是说 胡适之的这种实验主义 也是一种科学主义 他本身就带有一种求道的这个性格 等于用科学的概念 取代了中国传统的一个道 那么 这就是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一个悖论 什么一个悖论呢 他既想以新思想取代旧礼教 打倒不合时代的制度 可是实验主义所提的这些方式 根本性质 又跟中国传统非常接近 这是个思想革命的悖论 悖论在什么地方呢 它既革命又传统的东西 这就显示说 中国的革命不可能彻底 包括胡适之 那么以下的 其实马列主义也一样 看起来好像是很西方的东西 其实 它是跟中国传统有接近的 才能够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所以只是 胡适讲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个到底并没有错 只是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中国的问题 倒不是他讲那种问题 不是一个 是不是有个良好科学方法的问题 那个还太早 中国的问题 是如何重新建国跟立国的问题 大家不明白这点而已 那既然为了重新建国立国 一定会选跟中国传统比较近的 东西才能够重新建国立国 或者重新建立 实验主义也是一样 所以这就是注定使得 中国的革命不会太 太彻底 这也是说明了中国为什么到今天 虽然经过了百多年这个革命 其实看起来还是非常中国的原因 中国跟西方 差别很大 我跟朱卫说的 中国是不可能走上西方那样道路的 有各种原因 这其中之一 这个其实包括在近代史上 有最重大的这几个思想 也都是 不是充分的这个 不可能真正那样彻底的革命 所以它既新核又改造了中国的 思维的传统 那么结论 我想简单说 因为今天已经讲的也是蛮详细的 时间也到了 这个 胡适是在清朝考量学体制上 接受了 而且也在朱子的 格物质资的体制上 接受了杜威所介绍的实验主义 并从而了解 所谓科学方法 这个 说明了实验主义跟 中国传统的这个亲和性 而且我要进一步讲 是说 它是在核心的地方继承 不是一般的亲和 在核心的地方就已经 继承了传统 所以核心呢并没有抛弃 只是现象上的一个革命 那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来 它在归宗于实验主义之前 已经倾向于 进于实验主义的思想跟文化 它是它自己 它是从这个自己里面找一个 跟这个 时代比较接近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做个比较 就可以进一步了解 为什么实验主义容易流行 因为同时间罗素来华 待了也接近不到一年了 待了九个月 他呢主张高度理性化的 实验实在论跟数理 及分析哲学 在中国流传就一直很有限 主要是限于专业的 哲学圈子 那罗素当时在西方的声望 绝不亚于杜维 甚至于更高 他们罗素是西方的树里 其分析者给大家 他的老师是 怀海 应该是怀海德 这里写错了 怀海德 那么 两个人一同 从事 将数学基础逻辑化的伟大工作 所以简单讲 他是从一个逻辑出发的一条道路 那么 直指西方人理性化的符号语言的根本 他对于科学界的影响 远比实验主义远为重要 所以分析哲学 在科学领域的影响 远比度位大得多 然后一直到今天 事实上西方主流的哲学 还是分析哲学 早就已经不是实验主义的 实验或者杜威的哲学 不是说杜威哲学就没有价值了 还是有 但是不是那么中间 因为这西方传统本来就是逻辑理性 那这一套以逻辑理性为中心的东西 到中国来呢 没有办法大幅流传 只限于专业哲学圈子 那这个一对比就可以看到说 胡适之选的这个东西选的对啊 那而且实验主义还呈现其后 他接上层经验主义逻辑 下开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 那毛泽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我们会底下会讲到 就是说 他们背后的世界观是接近的 都是一种后达尔文士的 生物人的 一元的自然主义的 动静变化的世界观 这个东西是接近的 那事实上 从严富到实验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这个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 都重经验 那 唯有辩证法 对于事物的过程 不迟传统真理 不一定的学说 辅章必须透过不断的学习跟认识 辩证的过程中趋近真知 那这个落实在 变动当中接近真知 其实跟中国的传统比较接近 这个是逐步的 因一样逐步接近 而且又重视实践跟重演变 这也跟中国传统接近 所以这些都是相近的地方 那么 总结的说 实验主义是一种厚达尔文的思维 认为世界横在变动跟演化当中 这个是远于西方传统 而接近中国的易经理学道家 跟扬名传战一将 竟是企划跟演化论传统 本于这种真理观 他强调当下具体处境 出自近的科学方法 认为学术与人生 基本上是个不断实验 解决问题的开放过程 那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训 就是说坦白说近代 在中国史上最能够流行的东西 往往都是这种 其实是骨子里头的接近传统 然后在呈现上讲的是 满口西话的这种东西 尤其西方当时最新最流行的东西 这个容易大喜 为什么呢 中国近现代人呢 太缺乏自信 一切都要讲西方 那么 这种 他是反对 这个绝对的真理 这个 这个 固定不变的 这个 不管是哲学和科学上的真理 这种高度先进和革命的说法 是 跟西方传统不合 却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脾胃 是这条路子 所以 那么 实验主义流行 大大促进的 这个科学方法 科学观念中国的普遍传播 这当然也是一种科学 只是不是最本质性的科学 可这也使得中国 尤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科学方法 当然自然科学界也不会太理他 但人文社会科学界 都很重视这个 尤其人文学界 会始终没有能够超出 注重现实 遵从验证 没有办法进入 深刻的理性分析过理论建构的层次 这是他的伟大成功 也不能不是他的重大限制 西方科学的核心 毕竟是以理性分析为本的理论 和建设模型的传统的建构 如果要确实掌握西方的科学方法 中国人在这方面 不能不彻底的补课 今天基本上这个讲完了 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这个时间到了 通常这个就更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就 我会不见证明 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